信任 这番话展现推动社宅决心 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 这回特地登门拜访民间团体 倾听交流 全世界主要主流的做法都是这样做 所有是个轮后制 台北市要不要带头来思考这件事 这立刻就考试就是了 其实我们的概念其实都非常的相像 不只一一接招 一边听还一边认真做笔记 尽管连日来遭到周遇寇事件影响 但陈时中除了维持选战节奏 更喊话回归正面选举 不管怎么样 我们还是维持一个正向 要回归市政的一个正轨 不只嘴上说 陈时中28日深夜 也在脸书po出签字文 自扑内心化 认为用政策和正能量说服选民 疫情期间面临许多抹黑 也都撑过来 破晓天光总会拨云见日 毕竟过去一个月 从免制马桶广告 小编物质图片 一直到周遇寇风波 都让陈时中支持度受到影响 但陈时中仍然一肩扛下 而根据了解 陈时中参选初期就表达 自己不会谢责切割 希望团队能够尊重 而周遇寇风波爆发初期 陈时中也定调尊重 每个人的自主性 没有切不切割问题 尽管民调受冲击令团队召急 但还是尊重陈时中决定 在防疫期间不管是柯文哲 或者新北的侯友宜 他们炮口面对 对着这个指挥中心 他也不还急 很怕把这个中央跟地方一起 合作的气氛给破坏掉 很敦厚的一个人 尽管撒卡都肉搏战 饱受蓝白夹攻 但陈时中仍然坚持正面选战 希望能用政策牛肉赢得选民的心 三分时间后才会被探索